- 雲端硬碟之道共用,其實會設定,會計發一封信喔 來,我們看一下莽針,他設定了這張圖片 他是設定一張圖片給我,就是這張圖而已 這裡可以看得見,共用 這個,點開啟我就可以看到他記得這個圖 那回上一個,這是一個圖喔 那這個呢,共用之道夾,看見嗎? 他給我這道夾叫雲端食物吧,這個 我們回到我的雲端硬碟喔 好,我想告訴你,這是你自己的,別人給你的在哪裡 與我共用,所以我這邊點一下 來,後面誰給我就在出現在這裡了 喔,這個數額他建立的資料夾這個給我,OK嗎? 那我再講一遍,這個資料夾是他給我的 在他的帳號裡面按兩下進來 然後接下來呢,我丟一張照片給他 他在電腦就可以看見了 所以這個資料夾,你也可以丟檔案,我也可以丟檔案 我丟個郁金箱上來 我想告訴你,就可以看見了 而且呢,在他的電腦這邊就出現鋁充弦三個字 都會告訴你,這個圖是誰傳的 所以呢,其實我們在做的時候 如果是我在辦公室裡面,我再做一下齁 我希望這個資料夾給人家的時候 我們就會設共用的概念 就設共用,再點這個 你這個資料夾給誰,就點這個,點家人 然後把對方的Gmail打進去 這邊可以打一大堆 那麼大家都可以同時使用 那再提醒你,這裡是你的 別人給你的在這裡 所以我現在再進到這個喔,春天這個 進到這個資料夾裡面來 喔,他沒有傳任何圖片 對,如果他有傳後面出的照片 我再傳一張圖片進來喔 好,填這個沙漠好了 那沙漠的話,其實這邊右邊 後面就會出現誰傳達名都記住在這裡 那等一下呢,我們就可以自己來練習看看 請同學就利用雲端共用的概念來分享